-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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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前一者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在上一集有聊到 就是很多人敲碗希望西西亞 可以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剛剛也被上一集有看的話 應該破梗啦 就是因為太忙了 所以我一直沒約他 不過這一次一約他馬上就來了 而且帶的東西也是非常的豐富 因為我過去跟他合作也算算有兩年 但真的密集的拍攝是一年啦 因為中間有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廢話不多說 先請西西亞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 大家好 又見面了 欸你自己說 就是上次我們聊到關於那個去廢廟那一次 是你有看到撞到你覺得 那個是鬼在搗亂的部分 你說除了那個之外 還有第二次是在一個什麼防空洞 其實那次我有去 但是一樣我沒有進去裡面 沒有你有進去裡面 你被蜘蛛嚇死了 對我是在進去一點點 進去一下下 我就受不了 我就結束 我就出來 那在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請西亞告訴我 好 那一天呢其實我們是到一個山上去 但那個山上其實 墓園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亂葬崗 因為你自己的片頭 你不是有放一個那個 都是墓碑的那個畫面嗎 你真的在看靈異錯別字欸 拜託 對啊 對啊 是不是那裡 不是不是 因為超像我跟你說 就是長那樣子 墓園都長一樣啦 不是墓園它是一大片有整 有整理過 但那個沒有 它是一整個山頭 你這樣看過去 一整片全部都是墓園 你這樣講 那對 我們那時候去的是亂葬崗 對 它有一些甚至沒有墓碑 它就是一個土堆這樣 超多無名墓的 超多 有很多骨灰翁 對對對 骨灰翁 一排一排 然後都是無名師的骨灰翁 對 它那時候最可怕的不是那一個 那個 亂葬崗 它是骨灰翁 它還在外面 甚至還有骨頭 對啊就是真的有看到骨頭 對你們真的有看到骨頭 過掉然後 大腿骨還是什麼骨 還是人頭蓋什麼 都在地上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單純去拍 觀眾一看到會覺得 那是道具 對 因為鬼片看太多了嘛 但其實沒有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傻掉了 因為那是真的骨頭 對 而且那個骨灰翁的數量多到就是 你每走兩步就會看到一個 超多的 對 甚至還有那種三五個 它這樣堆在一起 全部聚集在裡面 你饒河界的垃圾桶還多 超多 但是我們就這樣走下去 走下去的時候 我記得裡面有一個最大的防空洞 我記得它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那種軍備時候的那個設施 但其實我有點忘記是什麼了 反正就是都很老舊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呢 就是走到最裡面的時候 我也忘了 那時候好像是請 黃濤幫我做一個結界 我是站在那個結界裡面 拿自拍棒自拍 你記得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路上全部都是蚊子 非常多 我那時候還穿小背心 超辣 那時候穿比你現在還少 對對對 我那時候看到它穿那樣子去 那個亂杖 剛剛我心裡想說白目 然後 它走在我前面 它走在我前面 它整個大蛙背 它背是整個籠空 然後我就想說 欸奇怪 傑西亞的背有這麼多的痣嗎 我那時候很黑嘛 然後說它有這麼多的痣嗎 結果一照過去發現 全都是蚊子耶 對 狂嘻哈的血 你知道被蚊子咬到極致是什麼感覺嗎 就是你已經感覺不到癢 因為你已經不知道癢的點在哪裡 你就是覺得背有點不舒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這樣沒事 我們就回家了 是不是聽到這裡很無聊 但過了兩天之後 我們的群組裡面 秦明就很興奮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要遇到這種事情 他就很興奮 他就說 傑西亞 你撞鬼了 喔 他就傳了一張照片 然後那張照片呢 是我在防空洞裡面的時候 我在那邊自拍 我的鏡頭拍到後面 有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是一個 穿日本軍服的人影 不只我的手機拍到 就是那個攝影機也有拍到 我跟你講那個人形有多清楚 就像攝影師他現在站在那裡有沒有 就大概是這麼清楚 就是你看得到他的模糊的眼睛 然後模糊的五官 然後你知道他戴了一個日本的軍帽 然後在穿鼻挺的那種軍服 然後手上這樣拿著步槍 我跟你講我後面有傳給很多朋友看 他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每一個人一看就知道那個是什麼 那絕對不是一個模糊的人影 故意站在那邊 對那個絕對不是 那個就是真的拍到 你當下在拍的時候 你都沒有覺得現場 什麼例如感覺後面有人 還是有什麼聲音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那個時候會覺得 裡面很吵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進到那個防空洞的時候 你可能會吵 沒有我覺得那裡面很吵 就是我覺得聽到很多那種 其實那個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你自己聽到鬼的聲音吧 那裡面超安靜的欸 沒有我真的有聽到 牧原的聲音 牧原 那是亂杖鋼的 深夜凌晨的防空洞 裡面沒有聲音啊 有 我就是會聽到那種就是 那應該是你聽得到 我是沒聽到 完全沒聽到 我不知道我八字超重 但反正就是那一次呢 我就非常清楚看到那一張照片 現在影片還在可以去看 那你後來回去之後也是沒發生什麼事情 也是沒發生什麼事情 八字真的超重的 我那一集我記得 因為那一集我沒有遇到什麼事情 但那一集是我覺得 我是最不舒服的 因為我很怕蟲 我怕鬼又怕蟲 那一集的蟲 爆幹多的 對 它的防空洞牆壁上 它不是喇牙而已 它還有那個蟑螂 一群一群一窩一窩的蟑螂 還有一種 很像蟲 又不像蟲 然後身體很長 然後那腳都很長的那種 我忘記那什麼叫什麼名字 很難唸的一種蟲 也是滿滿的防空洞 全都爬滿亮 我是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站在那邊 我整個覺得超級毛 因為我很怕他們突然衝過來 所以他們都靜止不動 但是我整個超級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西西還要挺進去裡面 然後在那邊自拍 所以我那時候根本無暇進去看你在幹嘛 可是我跟你講 反而裡面很乾淨 外面都是蟲 那個山洞 山壁上面全部爬滿了蜘蛛 但裡面什麼都沒有 裡面完全沒有 我們裡面有點燈 還有點很多蠟燭有沒有 牆壁 洞上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進了那個防空洞裡面 你什麼都感覺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我說不是很黑的什麼都看不到 是一隻蟲都沒有 反而在裡面是這樣 應該說生物應該也不會想要進去 你那個空間裡面 對 我覺得這跟生物的本能有關係 他們就是不想要去接近那種 可能磁場比較 比較雜亂 對 比較雜亂的地方 沒有 我跟你講 那一集呢 真的是我很少數看到 你跟黃偷兩個都沒事的時候 你們兩個沒有在聊 我沒有講話 我真的講不出話 我覺得太噁心喔 我現場太噁心 而且那時候他還要跑去 那個地下道 你說就是要 歪著身體這樣彎下去 走那個道進去 對啊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整我耶 對你來說其實真的相對 相對我的都是身體上的辛苦 我完全沒辦法進去 你那時候下去的時候有發現到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下去的時候其實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地方他就是 可是那方寵很多 但是那個地方他其實我覺得 也不是真的 那個那時候的舊的軍隊 在做什麼用途的 他其實就是步道 一個步道 對 一個步道 就是某個村民 某個以前的人 然後開挖下去而已 我覺得那個他沒有做什麼特別的功能 可是他最可怕的是 他的入口放著三個骨灰毯 骨灰毯 骨灰毯 一個破掉的 對 對 就放了三個骨灰毯 因為我後來有去聽那個 仁哥他有去查那個歷史資料 他說那是日志時期的軍用備戰步道 還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那其實是有存在歷史性的 他可能就是小日本鬼子有時候會把一些步道啊 藏在墓園裡面 對 我跟你講喔 在高雄 我忘記那地點在哪裡 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是一個墓 墓碑 一個墓 然後當時有很多的考古學家過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眼尖發現這個墓長得不太對 他上面的墓字名跟那個 以民俗上來講不會這樣殼 他就覺得這個墓很怪 後來發現那個墓台 就放那個東西的時候 打開看 幹是樓梯耶 哇 他那是隱藏式的 那是日本人做一個假的墓碑 然後他打開這個樓梯 通往下面的地下道 所以日本人很常在戰爭時期 在台灣的時候他會把很多軍事要地 藏在這個亂杖鋼跟墓園裡 或是用墓園來做一個掩飾 可是其實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那個是日志時期 完全不知道 是回來 好像是回來之後 因為看到照片 所以才去查 才會知道這些事情 那除了那一次之外 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我跟你聊完之後 真的有撞鬼拍到鬼就這兩次 那你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廢墟 就有一次我真正覺得害怕 就你看你剛剛問我那些 我都覺得好像還好 但有一次我是真正覺得害怕 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 對這個東西感覺到害怕 就是那個廢棄的佛像 就有一次你好像沒來 我那次沒來 那次沒怕我 黃濤後來回去跟你說 那個地方他去過最陰的一個點 對 他手機還掉了 對他手機還掉了 我們還幫他找手機 對 然後那個地方超級陰的原因是因為 他以前好像是一個道場 但他又兼坐那種佛像 但後來他就 不知道是倒了還是人側走了 怎樣不知道 他所有的佛像 全部都留在那裡 我記得 而且是在很山裡面 他那時候有講說 不是下了車很快的到 你要走一段路 對 然後呢因為那時候 他就有先告訴我們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第一次知道 就是這種廢棄的佛像裡面都會住 一些孤魂野鬼 你不知道裡面住的是什麼 是好的是壞的會不會傷害你都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最讓我覺得很害怕的是 我真的可以感覺到他們在盯著我 他們可能不是正面對我 但是他們都還沒有開光 可是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眼睛會動 眼睛有零的感覺 對 而且他們不一定說 就是有一些可能 比如說他們脖子斷 然後有一些是手 就是有些是脖子斷 有些是手斷 殘缺不堪 對 然後呢他中間有 就是這些佛像全部都散落在道場的四周圍 很多 超過100座 這閃不了你知道嗎 現在可以看到那支影片 我跟你講現在看到那支影片 你知道我那時候講故事的時候我是這樣 我跟你講真的 閃不了 因為你那次沒來 然後他們就要我幫你在那邊講一則鬼故事 我才知道你平常工作有多辛苦 你知道嗎 人家鬼屋講鬼故事 我現在想想都覺得超白目的 我平常都覺得說 哎呦他好輕鬆 他就在那邊講鬼故事 都 那種危險是爬山洞啊 什麼都我去做 不是動腦型工作者 對沒有 經過那一次之後 我才覺得說 看上海的工作好辛苦喔 大家都辛苦 對對對 但我跟你講那時候最可怕的是 中間有一個 大概有10公尺以上的WARF 我跟你講超級 這麼大啊 非常大 他就像WARF 刀子 WARF不是看起來都很痴傷嗎 他肚子很大 沒有我跟你講他眼神超硬狠 他就這樣看著 你要對著鏡頭看 好了坤嶺哥 對這段幫我剪掉 謝謝 所以他那時候是 你去過陽明山的廢廟 你也去過基隆的 所以對於來講 那一次是最讓你不舒服 我覺得一來是亮大 第二是因為他處的地方 非常的深山 就是他是要爬很遠的 像我們那時候光 好像光上香 我們就走了應該有快 40分鐘 對 車開不上去 是要用爬的走上去 所以黃超的手機才在中途段 就是掉了 然後才去找 對啊 這樣子看下來我覺得很多地方是 看似平安 OK的地點反而不OK 對 然後有一些我們覺得很危險的 欸 反而沒什麼事 但都危險啦 都危險 可是我覺得其實真的最主要 就是不要擺目 對 對啊 就是進去的時候真的是保持著一個 我不是要來做什麼 而且我們每次進去都會說 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們會燒錢啊 然後先拜一下幹嘛 我知道你跟黃超都會自己帶那個 紙錢一盒 我會帶 一盒金子一盒銀子 金子是拿來晉升的 銀子是拿來一個好兄弟 對 那你這樣去這麼多的類型 你有沒有去過哪一個 是你最不喜歡的 你說類型最不喜歡喔 對 這樣聽起來應該是廟 廢廟 你覺得應該是最不喜歡的 可是其實我也很不喜歡去人家的舊家 為什麼 就是 沒有我覺得舊家裡面 因為舊家是最髒的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有人生活過的那種古宅 然後有一些它其實 眷村 眷村也有 但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山上 然後 對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就是 我記得什麼蛇的 有拍到蛇那個 對 然後那個裡面其實 就是有人生活過的 然後其實環境非常髒 而且 有藥帶有床啊那些 還有照片 對還有照片 它有時候地上還有水玻璃 對對對 哦 所以你最不喜歡去的是 居住過的房子 對我最不喜歡去別人家 我跟你講我最不喜歡的是飯店 因為飯店它本身 不是 廢棄飯店 就是廢棄飯店它其實也有 那個很多棉被整個 對 你知道是怎樣嗎 應該很有感 藏最多跳的 我們不是有去一間廢棄的 派出所 我知道那裡 然後那時候不是 很莫名其妙 那個廢棄派出所的 前面進去路口 被人家丟滿雜物嘛 就有一個廢棄的那個床墊 有沒有 已經塌陷了廢棄床墊 然後那時候 我跟黃濤很奇怪 整團裡面我跟黃濤那時候 是站在旁邊 不知道幹嘛 那幾個我們也還沒露臉的時候 在旁邊講話 然後你們在準備裝備的時候 你們是踩在床墊上面做開場的 他們那幾回去 他們整車被跳到 咬到超慘 我那時候看你的照片 他那拍照照片 哇密集恐懼症 怎麼咬成這樣 真的咬到爆 可是我覺得我會討厭去別人家裡 是這個原因 就是很多枕頭啊 棉被 蚊蟲很多 對 而且還有 我覺得那個就是 它裡面你不可控的 還有有些還會有那種 食物廚餘 放很久那種成年醬油 成年醬菜 喔 對我們有一次去那個 像別墅 對 冰箱裡面它是半開的 然後裡面全都是那個 黑掉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對 裡面還會有他們那時候吃神的食物 已經放個二三十年 那個已經聞不到臭味了 那個你只會讓你感覺到 做 對 而且你知道嗎其實我沒有去過飯店 我沒有去過廢棄的飯店 喔是喔 那還好 你去應該被搏 會那個 想要穿小可愛什麼 我還想說你會想說那個 靈異錯別機要安排一起去 要有一次我在門口等你 你自己去拍回來 還是出來給我 好啦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請到了這個 西西亞呢跟我們聊這邊 聊了兩集喔 其實還有很多 應該可以繼續聊 但我猜大哥應該已經過了十分鐘了吧 過了已經過了十分鐘 好啦 不能聊太多便宜你們 要也是等到第三集再說 好不好 我們這次非常開心 就是西西亞來跟我分享這些 那如果你們覺得 還希望再聽更多類型的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聽哪一些部分 想要去看西西西亞 講什麼樣的內容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討論好不好 我是說明志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告的影片 道普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 它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